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呀 年头可不短了 发生在1999年 在99年8月5号 山东省微海市环翠区七家庄村可出了事了 五六个村民呢 在一片菜园地里边在那跑土呢 开着汽车来拉土 在那挖着挖着土啊 一个村民呢 可就刨出来一边之袋 这村民他纳闷啊 哎呦 这菜地里边怎么还埋着一边之袋啊 并且是鼓鼓囊囊的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 装着什么呀 好奇之下 几位村民呢 把这边之袋就给打开了 这一打开可不是好奇了 这一下子可把大伙吓坏了 里边啊 有头发 不光有头发 还有筷子 绞在那头发上呢 再看连着这头发的吧 怎么看 怎么像个人头啊 哎呦 这一下可不得了 赶紧打报警电话吧 环翠公安分局的警察接到报警 立刻就赶到现场了 现场法医这么一看 别说别的了 这就是人头 并且是一个女人的人头 警方呢 立刻对头颅又进行了清理 随后呢 又对挖出来头颅的这个地方 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挖掘 这时候啊 就从地里边出来了一具 面目全非 手脚被捆住 全身全缩的尸体 警察看到之后 也是大吃一惊啊 这具尸体 明显时间已经很长了 已经是那种半干尸的状态了 当时在现场负责刑事技术 勘察工作的 叫黄向东 这黄警官呢 面对这么一个现场 跟所有围观的老百姓一样 也是各种疑惑 各种纳闷 死者的脖子上 缠着绳子 绳子上 还捆着筷子 这到底是什么用呢 啊 这死者是谁啊 到底是谁杀了他呀 这是第一案发现场吗 这些问题 不光当地老百姓关心 警方更加的关心 可是最终得出最后的答案 前前后后 花了13年的时间呢 法医啊 当时经过尸检就确认 死者是年龄30岁左右的女性 身高呢 一米六三 死者因为绳索绕井 造成蛇骨骨折 再通俗点来说吧 就是被活活勒死的 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一年左右 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了 自然而然的 警方呢 也没有办法提取指纹了 也就不能用指纹 来识别死者身份 尸检报告 第一时间就被送到了 环翠分局刑警大队长 于队的手里边 这尸体呢 差不多在地下 埋了有一米左右 当时啊 穿着还是比较完整的 脖子上那根绳子呢 是用筷子给拧到后面的 当年的鱼队长 在十几年之后 已经是环翠分局的鱼局长了 对于这十几年前的案子 依然是记忆犹新 因为这十几年来 大伙可没有放弃侦破 但是呢 也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通常情况之下 勒死人有根绳子就得了呗 这起案子 奇怪的点就在这了 绳子上缠着筷子 这说明什么 直接用绳子的话 可能这凶手啊 使不出来这么大的力道 而用筷子这么一拧呢 就能使出力道来啊 这就是唯恐对方不死 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 另外一种可能 是不是凶手力气比较小啊 由于被掩埋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在尸体颈部的绳子 还有筷子上 也提取不到死者 或者凶手的指纹 再加上当时是90年代末 DNA的技术啊 还没有广泛普及呢 想判断死者身份 无非就是辨别容貌 提取指纹 但是这具尸体 已经高度腐败 看不出长什么模样了 指纹更是无从提取 所以想确定身份 这是难之又难 在尸体的下边呢 警察发现了一个红色的背包 这包里面呢 有一条黑色的皮短裤 这包里呢 还有一件吊袋的上衣 现在说年轻的女孩子 穿着黑色的皮短裤 穿个小吊袋 那司空见惯 对吧 很多 很青春 很时尚 但是这个衣服在90年代来说 这太前卫了呀 一般的女孩子 她不会这么穿的 所以警方也给了一个判断 在90年代 打扮的这么时尚 要么是富家女孩啊 要么就是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 在这个女人的背包里呢 也没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现金也没有 除了那衣服 什么也没有了 在死者的裤兜里啊 哎 警方又发现一奇怪的地方 发现了一团头发 法医经过比对之后 确认这团头发就是死者的 这时候警方才发现死者的头部 可有点不对 这个死者的头发呢 被理成了一个阴阳头 什么叫阴阳头 大家应该知道吧 就是一边长啊 一边短 这叫阴阳头 给人的直观感觉是什么呢 第一凶手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第二 在他死之前 对这个死者有一折磨的过程 在那给他捡头发呀 然后再慢慢的勒死他 凶手为什么要给死者剃着阴阳头 这是泄愤呢 还是说要逼迫死者 说什么事情 说什么秘密呀 死者究竟是知道了什么 或者做了什么 才导致凶手要这么折磨他 还置他于死地呢 哎呦 到现在 这疑问是越来越多 可线索呢 少之又少 经过现场勘察 发现这尸体的地方 很明显 不是杀人的第一现场 那么接下来要破案 两大难点 第一 查清死者身份 第二 找到案发第一现场 警方呢 就确定了这么几方面的工作啊 一方面 就是从警方掌握的失踪人员里 查找一下 有没有和这个死者体貌特征 性别相似的人员 另一方面呢 就是围绕发现尸体的这个村庄 包括周围的一些村镇的居民 进行调查访问 在九十年代末呀 全国公安机关信息呀 还没有全部联网呢 就是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大系统 危害警方只能查询 本地失踪人员的档案 查来查去 翻来翻去 始终没发现符合 死者体貌特征的人员 而对埋师现场周边村庄进行的走访 也没获得任何线索 所以 这么一来 这调查刚一开始 可就陷入了困境了 这时候啊 现场勘察工作 有了一个小小的收获 技术人员特别的细心 发现这个背包呢 有一家层 这家层里边 有一张 危海市 娱乐场所的 一张计费单 可能是因为 藏在背包 最里层的 这个家层里边 藏的特别深 所以这张计费单 虽然经过一年多的掩埋 保存的还是非常完好 在这张计费单上 写着 十月十五日 缴费四百 还有一个特别模糊的人名 模糊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不出来写的什么字啊 警方瞪大了眼睛 又找专家来使劲看 只能辨别出 其中有一个字 隐隐约约的 像是美丽的那个例字 这是现场勘察 唯一发现的 有关死者身份的线索 再结合死者这衣着打扮 还有这娱乐城的 计费单 警察就分析死者呀 很可能是在某个娱乐城上班 这娱乐城呢 就位于威海市环翠区 警察第一时间就过来了 找到这老板 老板就说 哎呀 我们这个行业是吧 工作人员呢 流动性很大 反正我印象里边 我不记得我们这儿 有一个叫什么利的女孩 随后呢 警察又来到了娱乐城的员工休息室 跟员工们进行聊天问询 得到了一个消息 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说 哎呀 呃 是有一个女孩子在这工作 从去年十月份突然就走了 哎呀 那你知道这个女孩叫什么吗 这女孩叫 呃 哎 叫杨丽 一说叫杨丽 那个丽就是美丽的丽字 再问问什么身高 什么年龄 这一对比 哎 很像啊 失踪时间 和警方掌握的死者死亡时间 这也是基本吻合的 难道说 这个杨丽 就是死者吗 警方啊 就把死者的衣物 还有背包的照片 又拿给娱乐城的员工进行辨认 可是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 在这种场合工作的女孩子 那名字 她都不是真的 都是自己起个假名字 那么真实姓名是什么呀 她是哪里人呢 这员工不清楚 警方呢 自然也问不清楚啊 问不出来呀 九十年代末 手机也没正儿八经流行起来呢 大部分人用的呀 都是BP机寻呼机啊 凡是见过那物件的 现在岁数也都老大不小的了吧 杨丽呢 也有一个寻呼机 据这娱乐城的员工反映 说自从杨丽不辞而别之后 大家呢 就给这杨丽的寻呼机留言 可一直就没回过电话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警察赶紧就问 那他寻呼号码是多少啊 得到了寻呼号码之后 通过这寻呼台 就查询了杨丽的登记信息 发现这机主啊 是一个姓孙的人 那么 这孙某 是不是杨丽的真实身份呢 据户籍信息显示 孙某30岁 威海市汝山县人 警方呢 就拿着孙某的户籍照片 给这娱乐城的员工看 你们看 这是杨丽吗 这些同事们一看 对对对对 这就是杨丽啊 这样也就确认了 杨丽就是孙某 孙某就是杨丽 1999年9月份 也就是案发一个月之后 警方呢 就赶到了孙某家 在这儿 他们听到了一个吃惊的消息 孙某的亲属说呀 孙某呢 常年在威海打工 虽然平时很少回家吧 但他们觉得孙某不可能遇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警方来调查的半年之前 孙某还委托过两个朋友 到家里边办事呢 嘿 当年连家人都认为 孙某不可能遇害 难道是警方搞错了 如果这个死者 他真的是孙某的话 那怎么可能在死后半年 又委托朋友到家里呢 那如果不是孙某 死者是谁呢 如果是孙某 这两个朋友 又是什么身份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 找到了孙某的家 据孙某的家属说呀 哎呀 被害的不可能是孙某 因为在你们来半年之前吧 有一男一女来过家里边 是受孙某委托来家里边办事的 那么到底孙某遇害没遇害呢 如果说遇害的不是孙某 那这死者又是谁呢 为了尽快核实死者的真实身份 警方呢 调取了孙某的户籍照片 连同死者的头颅照片 一起送到了北京的有关技术部门 按照当时的技术来说呀 可以搞一个炉像重合技术 什么叫炉像重合技术呢 这是咱们第一回提到啊 就是利用死者颅骨照片 在分析失踪人员的这个颅骨的结构 相互重合来识别死者身份 在DNA技术全面普及之前 这项技术在行政工作里面 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一个月之后 技术部门出具了鉴定结果了 死者就是孙某 听到这个消息 孙某的家人可就慌了神了 孙某的姐姐说呀 妹妹最后一次回家 是1998年的中秋节 那一天呢 跟家里人吃完了团圆饭之后 都没在家过夜 连夜就返回了危害 半年之后呢 有一男一女两个人 自称是孙某的朋友 到老房子里边啊 就跟孙某的母亲 要走了户口本 还有身份证 这时候 其实姐姐也是有点诧异的 孙某的姐姐说呢 当时这俩人呢 说孙某要办户籍证明 因为太忙了 没时间就委托他们来办 而孙某平时确实也不怎么回家 孙家人当时呢 就信以为真了 拿走孙某母亲证件的这一男一女 就说是帮助孙家人 办理农转飞的手续 那么查查吧 有没有办理记录呢 系统里边一查 并没有发现孙家人 办理农转飞的记录 那么这一男一女 拿走孙某母亲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要干什么呀 警方就分析啊 拿户口本的目的 很可能是为了去银行取款 在警方的提醒之下 孙某的家人就回忆起来 说孙某的母亲有一张定期的存单 一直存放在孙某手里 结果警方一调查 就发现1998年10月27号 在工商银行曾经有人提走了孙某的一张活期存单 这张活期存单当时被取走了2900元的现金 取款人签字那写着孙某的话名 杨丽 紧接着又查到孙某母亲的一张一万元的定期存单 是在1998年12月9号被人取走的 取款人呢 不是杨丽了 是一个叫余丽梅的人 那么这余丽梅是谁啊 她是不是到过孙家的那个女人呢 根据户籍信息显示 余丽梅是威海市文灯人 住在大水坡镇 经过孙某家人辨认 确认这余丽梅就是到他们家 拿户口本 拿身份证的那两个人 其中的一个 2000年3月份 警察赶到了余丽梅的户籍所在地 文灯市大水坡镇 到了余丽梅家之后 这余丽梅就在家呢 三下五出二 可就把他给制住了 当警察跟这余丽梅提起孙某的时候 余丽梅知道 完了 很快就坦白了 他说呀 害死这孙某的 就是我 还有我的男朋友 叫赵庚友 赵庚友呢 是伽木斯前进驱人 杀害孙某的事情 是赵庚友提出来 并且教唆余丽梅 一起实施的 就在警方抓获余丽梅的前几天 赵庚友提出来 要跟他分头藏匿 至此他们也失去联系了 赵庚友呢 36岁 加木斯人 自然而然是东北口音 身高1米72左右 高鼻梁 双眼皮 左手的食指中指 有残缺 根据余丽梅的描述 警方呢 也对赵庚友 进行了一个模拟画像 同时也得到了赵庚友 一张特别模糊的户籍照片 那么这赵庚友 跑哪去了呢 警察就分析啊 赵庚友的去向 有三种可能 要么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 躲藏在危害本地啊 我自窥然不动 要么 就是回到最熟悉的地方 回加木斯老家 比风头 当然最让警察担心的是 第三种可能 因为啊 当时在危害辖区 很多人呢 会以渔船打工的方式 偷渡到其他国家 危害离韩国呀 离日本呢 都很近 在以前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国内犯罪以后 搭乘渔船 偷渡出国 这样你可就不好找了呀 当时 危害环翠区大大小小渔业码头 一共有15个 登记在侧的渔船一千多艘 公安边防警察呀 挨个的登船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对所有船员都进行了甄别 当然 这是一个漫长细碎的工作 这边对赵耕友追捕的同时 另外一边 对于丽梅的审讯 也有了收获了 于丽梅说 为什么他跟赵耕友 要杀害孙某 还得从几年前 到危害打工说起 那时候呢 他还是一个饭店的服务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吧 就认识了 从事娱乐行业的孙某 没想到 从此跟这孙某 可就算是结了缘了 孙某呢 就跟于丽梅说 哎呦 你看你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在这多可惜呀 我呀 给你重新找一个人 你去给人家当情妇去 一个月 能给你好几千块钱呢 那比在这可强多了呀 当时于丽梅一听 怎么着 给人当情妇 一个月给好几千 我在这辛辛苦苦的 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块钱 经不住金钱的诱惑 于丽梅很快就同意了 跟孙某介绍的一个外国男人 就同居了 可是 同居了二十多天的时候 他还没拿着钱呢 他就怀疑钱都被孙某拿走了 于丽梅呢 也就离开了这外国人啊 白根人赔税将近一个月 一分钱没拿着 他呢 就到了一家书店打工 这时候就认识了东北人赵庚友 俩人没来远去 很快可就成男女朋友 就又住到一起了 于丽梅呀 隐瞒了过去的那段经历 可没料到 赵庚友最终还是知道了 为什么赵庚友发现了 因为赵庚友 在九八年的时候 发现自己得了性病 他一想 我也没跟别的女人 有过什么比较乱的行为呀 那肯定是我女朋友传给我的呀 就问于丽梅 什么原因呢 啊 我怎么得了这病了呀 你你你你怎么回事啊 于丽梅当时就跟赵庚友交代了 说我呀 让孙某介绍 让别人包养过 那外国人肯定是有病 我呢就得了 赵庚友当时就认为 行了 这事啊 我也不愿你 咱们呢 得找他赔偿咱们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七号下午 按赵庚友的交代 于丽梅把孙某就约到了 他和赵庚友住的出租屋里 赵庚友就埋怨孙某 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啊 你跟丽梅啊 介绍男人 有这么坑人的吗 还弄了一身病 在谈到补偿方面的时候 俩人可就发生争执了 于是这赵庚友啊 一气之下把孙某可就捆下来了 随后又翻出了孙某包里的两张存单 就逼着他说出这个存单的密码 一开始孙某不配合 不配合行啊 你不也是赔税的工作吗 啊 你不最注重形象吗 我捡你的头发 你说不说 你再不说 我给你剃图了 就逼他说出密码 这孙某啊 还真是害怕了 就说出来了存单的密码 赵庚友呢 就让余丽梅去银行取钱 但是那存单 是用孙某母亲的名义存的 还是定期的 没到期呢 余丽梅 只好 以孙某的名义 也就是以那个假名字 杨丽的名义 先把活期存单里的2900块钱取了出来 后来赵庚友啊 就勒着这孙某 拿着这手里边吃饭的筷子 把孙某勒得呀 脸都紫了 直到孙某断了气 见孙某断气了 人死了 赵庚友就让余丽梅搭把手 到出租屋附近的菜地 刨个坑 把孙某就给埋了进去 随后俩人 就到农村里面藏匿了起来 余丽梅交代的 他和赵庚友合伙杀死孙某的经过 与警方现场勘察得到的痕迹物证 基本吻合 案件的侦破终于是有了重大的进展 但是 警方的心里不轻松啊 因为赵庚友一直在逃 只要他不归案 这个案子就不能算破获了 赵庚友 到底躲哪儿去了呢 警方啊 不是派了一组人马赶到加木斯调查吗 发现这赵庚友父母双亡 家里边呢 兄弟姊妹六个人 那么赵庚友会不会是藏在亲戚家呢 对他的兄弟姊妹啊 都进行了调查 可都说 没有任何赵庚友的音讯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过 警方几乎排查了赵庚友在加木斯 所有的社会关系 还是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这时候有一位老刑警就分析 赵庚友应该没钱回加木斯 回加木斯那么远 车票钱可不少呢 那么 这赵庚友会藏在哪儿呢 这时候负责排查渔船的公安边防警察发现线索了 有一艘船的老板吧 这船的老板一般叫老大啊 就这陈老大就说呀 他曾经在98年的时候 雇佣过一个和你们排查目标差不多的 说着东北口音的男的 但他呢 干的时间不长 又到其他码头去了 那么 这个传老大反映的可疑的男子 不仅外貌特征 跟赵庚友相 更关键的是左手也有残疾 那这个人 会不会就是赵庚友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啊 从一个传老大那儿得到一消息 说有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 那还也是手上有点残疾 在我这干过一阵 后来不干了 那么 说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赵庚友呢 经过一番查找 东北口音 个头不高 身体微胖 左手有残疾 这四个特征都跟赵庚友 一毛一样的男子 终于是被公安边防警察找到了 这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 可再一查 好消息便坏消息了 别看 哪哪都能对上 但还真不是赵庚友 这个人呢 手指头是因为在渔船上 作业的时候受伤了 并且这指头呢 还是在手指上的 他没掉下来 这边警方查找赵庚友的这个工作 可就悬置在这了 一直没有进展 那这案子你不能一直拖着呀 2000年10月18号 危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抢劫罪判处已经到案的余丽梅 无期徒刑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呀 时间这么一晃就过去了六年 2006年警方还在一直追捕赵庚友呢 还是没有赵庚友的下落 就在这一年 孙某的母亲去世了 时间再这么一晃 时光又人染了一下子 岁月又如梭了一下子啊 可就来到了2011年 这时候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2年了 赵庚友还是没找到 参与追捕的侦察员是换了一茬又一茬 很多当年参与追捕的最早的那些毛头小伙子们 现在都是刑警队的中流砥柱了 都是领导了 追捕赵庚友的十几年来 已经调离刑警大队的余队 还在关注着这个案件的进展 危害环粹警方在2011年 公安部部署的清网行动里 把赵庚友又列为了重点追捕人员 这清网行动的很多案子 咱们在之前节目里也都说过了啊 要说起来民警真不容易啊 一连好几年的春节 普通人家在家里边热乎乎的吃着饺子 看着春晚互相拜年 侦察员们呢 只能在天寒地冻的加木斯 赵庚友亲属家周围 进行隐秘的蹲守 除了蹲守 还得奔波在加木斯的各个县市区 对赵庚友早些年的生活轨迹 进行深入调查 民警也分析 你说这赵庚友已经潜逃十几年了 相貌上啊 长相上啊 肯定会有变化 而民警手里呢 只有一张赵庚友十几年前的户籍照片 你拿着这张照片 寻找十几年之后的赵庚友 他很困难呢 哎 这赵庚友 原来有没有犯罪记录啊 有没有留下指纹档案呢 不管人的长相外貌再怎么变 这指纹是永远不会变的 你除非是烫了伤了 指头没了 对吧 经过一番弃而不舍的努力 2012年春天 侦察员终于从赵庚友曾经的一个老邻居那儿 得到了一条线索 说1983年的时候 赵庚友由于盗窃诈骗 在加木斯监狱服过刑 按照规定 当年服刑人员入监 也是要留取指纹存档的 侦察员就想到了 要是能查到赵庚友服刑期间留下的指纹 那么无疑对案件侦破 会有着突破性的进展 在加木斯监狱档案室里 侦察员们在那么多的档案资料里 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 就是没发现赵庚友的服刑档案 为什么找不着呢 是档案丢了 还是线索不对 赵庚友压根没在这服过刑 不行 还得查 不能放弃 这时候呢 就又翻看加木斯监狱 还没有归档的材料 发现有一个呀 叫赵金友的服刑人员 但是这赵金友已经出狱了 一对比之后 一看年龄 出生日期啊 住址啊 籍贯呢 都跟赵庚友一样 当时警方就分析 中间这字啊 可能是笔物 叫什么呀 赵金友 哎 这一听 听差了 写了个赵金友 一份没有照片的出狱通知单 虽然姓名是赵金友 但其他信息 跟赵庚友的户籍信息 那是完全一致的呀 侦察员呢 又查了一下当天出狱的那个总的登记表 发现当天出狱的只有赵庚友一个人 经过监狱工作人员核实 这赵金友还真是大家要找的赵庚友 让侦察员们很兴奋的是啊 这张出狱通知单的右下方 有一枚赵庚友的右手手指的指纹 这枚指纹很快被传送到了当年勘察现场的行事技术 勘察员黄晓东的手里 拿到这枚指纹 当年那小黄 如今这位老黄啊 心里边太不平静了 就这枚指纹终于出现了 让老黄等了13年啊 迫不及待的处理指纹 把指纹输入到全国违法犯罪人员指纹数据库 警方的思路是什么呢 如果赵庚友的指纹和近几年违法犯罪人员指纹库进行比对成功了 那么就能找到赵庚友如今的生活轨迹 为下一步的抓捕提供方向 可是在危海的指纹数据库里 没有比对到赵庚友的指纹 那说明赵庚友近十年来不在危海本地 接下来该怎么查呀 警方请示了公安部 发布了公安部的指纹B级协查 在全国范围之内查找 比对赵庚友的这枚指纹 同时还请了一些全国的指纹专家发起协作请求 接到协查通报之后 指纹专家孟令山就开始着手处理这枚指纹 第一个工作是对指纹图片进行处理 调整指纹亮度啊 对比度啊 提高这指纹的清晰度 赵庚友的指纹是1983年采集的 是那种油印的指纹啊 弄个印台咔这么一摁那种 经历了三十年的保存之后 指纹比对的一些关键特征点变得模糊不清了 达不到比对的条件 孟令山呢 通过技术手段复原了一些指纹特征点 并且在指纹库里从几亿枚指纹里啊 筛选到了四万枚高度相似的指纹 尽管说啊几亿到四万 范围大大缩小了 但毕竟还有四万枚呢呀 这也是海量的呀 比对出这四万枚高度一致的指纹之后 接下来就是把这些指纹逐一的进行人工比对 孟令山呢 用五天的时间比对了四十八万个指纹特点之后 终于发现赵庚友在2002年被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这个指纹也是属于服刑人员 不过既不叫赵庚友也不叫赵金友 而是叫徐建伟 危害警方沿着这条线索追到烟台 发现这个叫徐建伟的服刑人员早就出狱了 现在人在哪儿没人知道 刚有了眉目啊 现在又要断线索了 危害警方他不甘心呢 在档案室里 侦察员调取了徐建伟的服刑档案记录 跟赵庚友的信息呢 进行仔细的比对 果然 果然什么呀 果然柳暗花明 又一村 侦察员调取照片资料以后 跟赵庚友的户籍照片这么一比 没错就他 虽然岁数大了点 但绝对没错 这也是这十几年来 侦察员们除了那张黑白户籍照片之外 见到的第二张照片 这徐建伟是赵庚友潜逃期间用的假名字 也就是说 在潜逃期间 赵庚友一直用徐建伟的身份在生活 当时全国的户籍信息也没联网 本地警方要想查外地人的户籍信息 你得发信 发函 然后由当地的派出所再给回信 证实这人身份 但当年赵庚友犯事之后 很遗憾 这回信回函 没反馈回来 由于犯罪事实清楚 最后赵庚友就以徐建伟这个假名字被判刑了 那么有没有徐建伟这个人呢 还真有 也是黑龙江人 但徐建伟根本就不认识赵庚友 就是身份证丢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被别人冒用了 这调查出来的线索再次终端了 但是也不能说一无所获啊 毕竟获取了更清楚的照片啊 提取到了更多的指纹资料 原来掌握的是一枚模糊的中指指纹 而现在有别的手指头的指纹了 把这指纹放到指纹库里接着去搜 有更多的指纹资料就能找更多的线索 危害警方再次申请发出指纹协查 这一次他们发现赵庚友曾经出现在山东济南 2009年赵庚友报了一个假警 被批评教育之后 济南市市中分局留过赵庚友的指纹 哦 原来2009年他在济南生活 那那回为什么报警呢 原来是和新认识的女朋友闹矛盾 报了假警了 当时出警记录显示 报假警的徐建伟啊 也就是赵庚友 暂住地是在济南市王冠庄的一个出租屋里 不过呀 警方查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2012年了 赵庚友是2009年报的假警 过去三年了 他还会住在那吗 那么大的一个城中村 人员混杂呀 侦察员重点留意的 就是左手食指中指缺失的东北口音的男人 警方呢 挨个屋子挨个院子的找呗 老刑警杜林负责进屋 以租房子的名义侦查 哎 还有一名刑警叫刘晓龙负责外围接应 俩人配合的这叫一个默契呀 当他们排查到一个群租院子的时候 突然有了发现了 这老杜啊 进了院子 看见第一间屋子开着门 透过门 见一男人在床上躺着看电视呢 长得就特别像赵庚友 当时呢 这个人手里边拿着遥控器 你看这手吧 中指食指是缺失的 当时杜林就问他 同志 你这儿有没有房子租啊 这个男人呢 很不耐烦 没有 这男人不耐烦的回答之中 掐杂着那么一丝丝的东北口音 再加上左手中指食指残疾 中等身材 当时老杜就断定他很可能就是赵庚友 在济南警方的配合之下 这个可疑男子就被带到了公安局了 当时这个人自信极了 他就感觉自己隐藏这么深啊 就一直狡辩 我什么事没有啊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找我干啥啊 警察呢 就提取了这个男人的指纹 结果证实 他就是追寻了13年的赵庚友 眼瞅着没法抵赖了 赵庚友终于承认 1998年 他跟余丽梅合伙抢劫 并且杀害孙某的事实 案发之后 不敢回家木斯老家 也没走远 改名换姓藏起来了 在孙某被害14年之后 赵庚友终于落网了 这也能够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 2015年5月份 危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赵庚友的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2013年7月份 危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赵庚友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赵庚友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同时对被告人赵庚友 限制减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